音乐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唱色微风拂过黎明 快乐的诗句眨着眼睛 思念穿过寒雨 声音穿过我和你 生命的注定 谁把心动抹示开启 闭上眼睛见世界呼吸 曾经流浪广乖和努力 转身依然是你 听我寂寞诉说 Love baby只对你说 对的梦里怎么填满你的耳朵 如果勇敢 能不能给人片刻划我 让幸福降落 听你清醒地说 狂暴大妈只对我说 Only time make me smile 填满我的漂泊 欲求我 如果心动就会折磨 优优独播剧场—— O flesh denken Bible 如果忍下订约 参加 雙小串 律師 Mate 无一ently lipstick 面 的 rash 沉 好的 让 sometimes 干吗 干吗 这话该我问你吧 怎么了 一天心不在焉的 说说看 破冰了 不想去 就 我没想好 你跟高教授的关系 不是已经缓和了吗 是有所缓和 难道三十年的恩怨 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吗 那你妈妈呢 万一她想去呢 什么意思啊 你先把眼睛闭起来 你要干吗 小心我闭起来 不许睁开 闭好了啊 不是那种人吗 闻闻 有没有回想起 大学时代 每天黄昏 我们在海边牵手了 散步的脑子 你知道在无感中 哪一个最能唤起 人类的记忆吗 我记得在一本书中看到过 叫 普鲁斯特效应 说气味粒子 可以 把我们一旺已久的记忆唤醒 没错 这款气味我调配了很久 在国外的时候 每次很丧 就拿出来闻一闻 仿佛就回到 我们大学时候 牵手的样子 你不会只是单单地想让我闻气味吧 你不会只是单单地想让我闻气味吧 你还记得 在你家的最后一天 我去拜访过你妈妈 我当时就发现一件事 你妈妈屋里点的熏香 和高教授的一模一样 你的意思是 我妈妈一直在想念高教授 我的意思是 一切应该让你妈妈自己来决定 是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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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帖我看见了 你不生气啊 生什么气啊 记你瞒着我 没办高教授的寿宴 你都知道了 很难猜吗 你有多长时间没去下海了 那你对这个请帖怎么看 妈 看到照片了吗 是高教授写的吧 我妈真是好眼力 这是高教授的心意 她是主动在邀请你呢 希希啊 那你觉得妈应该去吗 要是我说别去呢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我觉得你应该去 那你说说 文莲 不是所有人都能过八十大说的 其实我和爸爸的想法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妈妈 你想去吗 我想一想吧 惯了啊 文莲 你怎么在这儿呢 坐在这儿 吹着风 不是挺舒服的吗 还在想高教授收咽的事啊 大勇啊 大勇啊 你是知道的 我们家呢 是一个翻译世家 我的曾爷爷呢 是最早留学美国的 严父的弟子 我爷爷呢 又是中国翻译协会 第一批的资深翻译家 我爸爸呢 我爸爸呢 又是语言学的终身教授 其实作为我来说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和他们一样 成为一名翻译大家 文莲 你现在是后悔了吗 我当初和你去了老家 成了一名英文老师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只是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我没能成为一名翻译 有一点不敢信 都是因为我 不是不是 怎么会因为你呢 是因为高教授 这不是三十年前你翻译的 李白全集英译本吗 你都还记得 这是我和高玲一起弄的 你妹妹只是做了一些辅助工作 我记得那年夏天 咱们跑遍了整个下海找人出版 后来你说这个稿子丢了 所以就放弃了出版 这稿子你是怎么又给找回来的 我是在骗你呢 根本就没丢 是 高玲单独署名了 这谁搞的鬼 还能是谁 是高教授 我不听他的话 和你在一起 他就掐断了我做翻译的梦 文磊 他在爸上大说爱谁谁去 我现在就给希希打电话 我们一家人都不去了 不 大勇 你不要打了 我想好了 我要去 这些年 他没有少给你气收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 一直在忍着 如果换成别人 早就不干了 文磊 因为他是你爸爸 他八十多岁了 万一有一天 我怕你留下遗憾 但是这本书树营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早知道 好了好了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明里浮云都是身外之物 我去 我一定要去 因为你 我也要去 我要让他知道 他的女儿 嫁给你 是他一辈子的福分 来 谢谢 希希啊 点点清淡的 你爸血脂高 还是你妈心疼我呀 妈 我还是想不明白 什么 高教授都那么对你了 为什么要来啊 我那昨天 突然看到了一句诗 诗如朝露去日苦多 都三十年了 我觉得也该了结了 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你决定的 我肯定支持 我也支持 希希啊 下午你必须抽出时间 好好地陪你妈 去做头发 做美容 买衣服 买首饰 明天啊 咱们一家人 风风光光地 去参加你外公的首宴 你别听他的 太夸张了 这次我得听老林的 你瞧 二比一吧 文莉这次 你就听我们的吧 那待会儿吃完饭 我们就去购物 不不不 哎呀 挺好的 是吧 好羡慕 妈妈 你还是蛮有眼光的 那是 挺合适我的 这个方式的 前面准夹店 衣服特好看 去穿这家 去了 衣服我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去这儿啊 这个地方 就去这个地址 这是人的家吧 去了你就知道了 什么神秘的 什么 时间这么长 保管得这么好 真不错 妈妈 这真是你二十岁成年里的气泡啊 对啊 当年啊就是徐伯伯做的 徐伯伯可是我们全下海 仅剩了几位 红帮老裁缝 记得当年 你才这么大 你爸爸就带着你到这儿来做衣服 是啊 不管过了多少年 您做的衣服啊 穿着就是服帖 你看看这绣工多细致 现在啊 找不到这么好的绣工了 怎么这么多年 没有看到过你啊 我去了外地 我去了外地 这个宋锦呢 还是当年你妈妈陪嫁的呢 要不怎么说 你爸爸喜欢你呢 两个女儿 这批料子啊 就到了你的手上 许爷爷 那明天中午之前 衣服能改好吗 不用 好了 有了这个 问题就不大了 这是当年 做这个起跑的设计图纸 这你还保存着呢 肯定能让你参加你爸爸的寿宴 您也知道啊 你看看这他的衣服 叫我改的已经改好了 等一会儿啊 我就给你把尺寸量一下 好 谢谢 好 喂 高教授 你的衣裳改好了 可以来拿了 好的 刚刚文力也来了 把那件陈年里的旗袍 带来改了 说是要在您的寿宴上穿 他一点都没变 简直和当年一模一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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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怎么还没出来 我问问 妈 好了吗 稍等啊 好 谢谢 弟老好 非常感谢特地赶来 来祝贺我爸爸的生日 谢谢 谢谢 客气了 走 高教授 恶高望重 这么喜庆的日子必须到场了 谢谢 谢谢 我们是多数年的交情 对对对 是吧 身体还行 还好 还好 托您的福 高教授 你们来了 外公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那边坐吧 好 那我们进去了 你好 你好 爸 那个今天有贵宾来 所以我就委屈兮兮 和大勇他们就住了 别坐了 怎么安排的呀 喂 你们到了 行 你们等着 我来接 爸爸 我去接一下贵宾啊 马上就过来啊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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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阿姨 来了 你们好 你们好 来 来 坐哪儿啊 坐哪儿啊 小爸 没在明儿啊 坐哪儿 希希 过来 赵姨 来来来 好 好 我过去了啊 来 你看 安排你们是跟我坐一坐的 是不是搞错了 你们不应该坐这儿的 挺好 清静 对 清静 那坐坐坐 方便 方便令我 会在证件 我去招呼一下啊 你们坐着 吃了吗 刚开始 早知道就不来了 怎么了 无聊啊 我不应该加班 不能陪你无聊了呀 那你们就先里边坐吧 好吧 好 慢走啊 爸 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高教授 还记得我吗 我 肖开云 斯蒂文 老教授 还记住我的英文名字呢 你们俩认识啊 我们算是忘年之交吧 快快坐 坐 你也真是的 认识我爸 也不跟我说一声 也是刚到这儿 才发现高老是你父亲 爸 你们怎么认识的 又四五年了吧 五年前 大都会博物馆里的 敦煌特展 是是是 那几幅壁画雕像的翻译 把我们折腾了很久啊 那可是一块很难啃的硬骨头 多亏了高老在 展览才能顺利完成 我想起来了 那时候爸爸你是文物局的 翻译顾问是不是 是啊 高老 您还记得 当年我们出过一本书 对 中西方工艺美术的对比 高老 您的记性可真好啊 不行不行 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 哪里啊 您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精神 你们现在还在国外定居吗 我们回来了 开云在杭州美院任博士新导师 好好好 教书育人传道授业非常好 痴子之心嘛 在国外这么多年 是时候回来报效祖国了 是啊 回来好 等我先生啊 书俊的合同到期了 我也让他回国 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好 是吧 爸爸 是 爸 我看时间不早了 要不咱们先进去吧 好好好 来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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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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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都请坐吧 好 希希 我去看看 是什么人坐了你的位置 你儿子呢 一会儿过来 我跟他说 他爸的糖尿病药忘了 他送过来 太好了 女儿呢 女儿呢 女儿 那那那 来了 那里 厨房那边都没问题了 快 叫阿姨 阿姨好 你好 多大了 二十五 怎么样 合适吧 合适 你儿子 你儿子回国以后干什么 开了个什么公司 好像翻译机什么的 翻译机 翻译机 是不是语义 你知道啊 您儿子不会是肖一诚肖总吧 你认识啊 他是我们华生的客户 太好了 太好了 有缘 有缘 你们猜 那边都是谁啊 谁啊 高龄的一对夫妻朋友带着儿子 是来给谭莎莎相亲的 他们是干什么呀 不知道啊 好像是什么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 文档胡队 文档胡队 妈 我到了 你出来吧 一程 妈 这个我把药带来了 我先回去了 等等 给你介绍个女孩子 不用 是高教授的外孙女 真挺不错的 妈 你是说 是翻译家高老的外孙女 是的 哪个呀 还能是哪个 在华生做翻译的 你不认识吗 刚见面 对 那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不错 说好了 我只坐一会儿 他先走了 我一会儿还有事 知道 你接你接 萧先生 多吃点啊 这也好吧 来 好了 定您 高教授 祝您松和长春春秋不老 他怎么来了 你叫他来的 没有啊 他说在公司加班呢 我就叫他过来 来 先看看什么情况吧 你们认识啊 爸 怎么谁都认识啊 新贵 谁人不知啊 易老 来 快坐 来 坐这儿 去 坐那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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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呢 那个 可能打电话呢 马上就过来 你不会无聊了 萧总 你是在国外留学的 是 学什么专业 计算机 哦 萧总的翻译机 那可是行业联军哪 你老您客气 这看来跟我们家 还真是相得益彰啊 我们家莎莎 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对 我听你说过 莎莎的学校 好像离你们学校挺近的 就是 就在隔壁 早知道这样 就更好了嘛 那也是缘分 是是是 妈 来 莎莎 来 萧总 莎莎 你们都认识 就别叫萧总 叫依诚 妈 你 莎莎 快坐 快坐 你在哪儿啊 我怎么没看到你 这是什么情况 我去看看 哎 纯粹气啊 老林 来 吃点香香火 叔叔 希希 你过来了 还让我问你 你跟那边几个意思啊 不是 叔叔 我真的不知道 好 肖总 你的位子不在这儿 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看 霓裳 来 好 马上 马上 谢谢 行 行 行 要不是叫你呢 叔叔 我一会儿给你解释 我马上回来啊 我笑的瞅着 希希 我是来给我爸送药的 我真不知道什么情况 好 谢谢 爸爸 是 上上 是 您好 您受拨打的电话已关 抱歉 不客气 不 不 希希 你别怕 你爸在这儿呢 谁也不敢欺负你 嗯 昏的 还能笑说点 小心咱不要让人给拐跑了啊 老林 待会儿咱们过去敬个酒 来 来 你们俩那么熟干嘛那么拘谨啊 是啊 我和萧总 我生日送 哎呦 年轻人干嘛萧总萧总的 你就叫她一程 她叫你沙沙不就好了嘛 叫一程哥也行 妈咪 我真的不说 那她跟谁说啊 她跟灵溪说 灵溪是谁啊 我爸的另外一个外孙女 我还有一个女儿 高教授 不是只有你一个女儿吗 小姨 原来您在外面是这么说的呀 叔叔 你不认识啊 羽翼天下的萧总 谁能不认识啊 自己创立的公司 马上就要上市了 年轻才俊呀 哎 你们这是在相亲呀 对呀 哦 好原来您也喜欢被忽悠啊 不是 叔叔您误会了 眼见为师 我误会什么呀 他不行了 你都被忽悠成这样了 你还替他说话 叔叔 高教授 阿姨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今天 其实是被我妈叫来送药的 没有要相亲的意思 而且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撒手 还想继续忽悠我姑娘啊 叔叔 您听我说完 我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灵溪 我的女朋友 阿姨 抱歉让您误会了 你们已经开始交往了 是 灵溪 你们已经在交往了 你居然看着我们在撮合 你的男朋友跟莎莎 然后再当众揭穿 敢刺激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装了 别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连她刚刚都自己说了 她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 对阿姨 我也是到这儿才知道的 抢别人东西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您说是抢呢 她本来就是我男朋友 总算承认了啊 就是等这个时刻是不是 然后让我在中人面前失面子 你有什么冲着我来 干吗要伤害莎莎 她毕竟是你的妹妹 小姨 您是长辈 也请您讲道理行吗 我跟萧依诚已经认识很久了 没有什么所谓的抢 行 那如果你一定觉得我是抢 那我也想问问您 你欠我妈的东西什么说话 我欠她 我欠她什么呀 李白诗集英一本 当年这本书的翻译署名 是你欠我妈妈的 谢谢啊 有些事情你并不清楚 那您就说清楚吧 怎么 心虚了 我 我心虚什么呀 那你就把翻译手稿拿出来做对比 不要再说了 爸 既然她 我妈这么多年来 其实一直很辛苦 心里一直憋着勇气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就想要一个答案 不过分吧 爸 爸 既然她那么想知道 那我们就告诉她 我跟你说 这也是道理 爸 你干吗不跟她说呢 我跟你说 你必须再说了 我们是有什么事 对吧 你干什么事 不能哪里 有哪里 我说 有哪里 有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玲 高教授不会有事 请你离开 这里不欢迎你 我不想和你在这里吵架 我也不想吵架 可是你觉得现在 你在这儿合适吗 三十年前 因为你离家出走 爸爸躺在了病床上 现在又因为你 爸爸又一次躺在病床上 小姨 这件事情跟我妈妈没有关系 怎么没关系 刚才寿宴上的闹局 让老爷子躺在这里 你妈妈突然出现 是不是特意赶到下海 你们母女俩 是不是预谋的 外公今天晕倒 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大家都少说两句好不好 现在最重要的 是老爷子的病情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可莉啊 既然这样 那就辛苦你 林大勇 不是让你来主持大局的 高家的事还轮不到你说话呢 妈咪 高凌 你可以责怪我 可以骂我 但请你不要把气 撒在大勇的身上 林 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 是我 我是他女儿 患者已经清醒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血压不稳定造成的 已经达到了二百二 很危险了 那他需要住院吗 住院观察几天吧 稳定一下状态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可以啊 但病人需要静养 你们安静点 进去的人少点 别让他情绪波动太大 谢谢啊 爸 外公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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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今天我太不懂事了 我居然可以联系她 爸 妈 你没事啊 你好好点了吗 妈 妈 你要是想进去看外公 咱们就进去 妈 爸 您想说什么 啊 西西呢 好 西西啊 西西在外面呢 外公 其实大姨她也来了 她只是在外面不想打扰您休息 谢谢 西西 大姨 我们走吧 妈 妈 大姨 外公想见你 好 小姐 给你 要是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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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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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